欢迎回来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心的是 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他是首次访问了缅甸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那么这次非常受到注目 是因为这是缅甸军政府在政变以来 首次有中国最高层级的官员来进行造访 地点很特别 他去了中国跟缅甸的边境是长达2000多公里 这边有很多的非法交易 秦刚 到了这里去 那么据了解 也有很多的毒品是从这里走私到中国去的 另外要来看的是 中国最近积极拉拢缅甸 想要在印度洋有一个出口 这些都是很多的战略思维跟考量 节目现场来我们做进一步分析的是 淡江外交系教授林洛宇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洛宇老师您好 李莹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先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为您整理说 中国跟缅甸的边境好长 有多长我们来看一下 有2000多公里这么长 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说 除了过去我们所熟悉的 这边有也是比较邻近这边的 有金三角 就是毒品走私非常猖獗的 在辽国缅甸泰国这边呢 当然很多的毒品猖獗 金三角恶名昭彰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就是很好奇要来请教 若宇老师 这一次秦刚 他拜访敏昂来 然后特别去了这个中俄的 中国跟缅甸的边境 然后还强调说 边境的合法呢很重要 边境的贸易 这个合法贸易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这个意味着说 这个中国跟缅甸中间有 非常多非常多的乱象 跟非法的边境贸易吗 没有错 我们知道刚刚大家也提到 就是在缅甸泰国跟辽国 很多的毒品送到中国 所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也希望到边境去了解一下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毒品太猖獗了 都送到中国去了 那么还有其实有一个 很有趣的历史故事 就中华民国的国君 事实上在1949年 有大概有一二十万的军队 在缅甸的边境 那事实上现在还有一些残留 那可能也有一些入籍缅甸 一些还是无国籍 那就是因为当年 蒋中正希望反攻大陆 所以留了大概十几二十万的 李弥将军的部队 那有一本小说叫做《异域》 曾经谈过 那当然缅甸政府就反对 也透过联合国 来谴责中华民国政府 所以连续多年来 在那个时代 冷战时期就回到台湾 在北中南有七万 像是中永和 中和永和的华兴街 然后中立之类的 都有很多从缅甸街 那除了这一段 我们简单回顾这段历史之外 就是秦刚这次到边境去 老师刚提到说 中缅边境这么长 那在过去难道都没有发生一些冲突吗 那特别是这一次看来的话 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合法贸易 所以主要他是针对一些毒品的 这样子focus这个焦点 然后特别去那里来视察 没有错 因为其实中国也常常跟缅甸的一些反叛军 在这个边境那边的反叛军 也提供他们一些小型的武器 那当然这个贸易方面 跟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器 现在最多的供应商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 但他是压保两边 军政府也压保 然后里面的少数民族 一些叛军他也压保 也压保 只是说那个高低或者数量不同 那但是呢 就是说长期的观察 就缅甸从1962年 尼温将军掌政以来军政府挂帅 大概中国 对不起 还是缅甸最大的军事的 或者经济的 以及安全的最大的供应者 是 我们再请导播让我们刚刚看那张 除了我们讲到说 中国跟缅甸的边境好长 有2129公里之外 我们看到呢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国感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隶属于缅甸 但是呢 他这里呢 讲的是中文 然后用的是人民币 它是属于缅甸境内的国感 但是从这个国感 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跟缅甸在这个边境的地方 这个关系真的密切到一个绵密的地步 没有错 那个在国感这个地方 有过去很多就是种植鸦片 因素的 那么有很多时候就是缅甸政府去缴 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处理掉 所以在国感这个地方 那个叫张什么部队 姓张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以种植鸦片为主 当有一段时间说是 这个军队 国感的军队跟缅甸政府已经取得了共识 并且向政府投降 不过呢我们所了解的 在这个地区的种植鸦片 还是继续存在 只是说 比较过去的公开 走入地下化 而且他供应的毒品 可能越来越精致 而且这个范围也更广 不只是到中国到欧美 都是非常的 数量非常的庞大 而且非常的精致 可以说是很高品质的 很纯粹的鸦片 所以就是这一带 我们从那个金三角 二名照片金三角 然后到中缅边 这里在这一带 这个毒品真的非常猖獗 所以秦刚这次首次照访缅甸 就到了边境这边去 那除了在北方之外 其实在缅甸的南方的 濒临就是印度洋 孟加湾这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群岛 叫做柯柯群岛 柯柯岛 现在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位置在非常 重要的战略位置 是中国并没有这样的 印度洋出口 我们先脑袋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就是现在有媒体报道 关于这个 我们看到的是大柯柯岛 这里根据英国的研究所 所释出的消息 在这里恐怕有中方 在这里 实施一些军事基地的运作 包括加长飞机跑道 雷达站停机坪等等 那这个印度就表达 很大的疑虑 那但是呢 就是中方也是否认的 但是我们请导播 让我们看刚刚那一张 就是有在印度洋上面的柯柯岛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是请导 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个在印度洋上面 这个在孟加拉湾的 这个大柯柯岛 它的军事动态 会这么的受到关注 尤其是如果中国跟缅甸 携手合作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它非常的接近 印度洋安德曼海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且它等于是中东往北的石油的通道 那因此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战略地位上 如果说中国跟缅甸的合作 可以扼住这个咽喉 等于是一个就是在印度洋安德曼海 或者对印度来说 也是有很大的中印之间的安全的平衡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使尽了所有的力气来就是在这个大柯柯岛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今天一天两天 虽然中国否认 中国过去在南海的人工岛礁也设置跑道 还有雷达也是否认的 那现在就是刚刚丽玲说到的英国的研究所 还有美国的和平研究所的缅甸研究项目 都提出来说这个大柯柯岛 的确是有很多的中国的军事的布置 虽然它那个跑道不是很长 只有100多公里 但是它还连接一个到外面的一个小岛 除了有这个雷达停机坪 还有连接外面的一个小岛 所以都是存在的 那这个大柯柯岛它的位置真的很耐人寻味 因为它离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它离印度的海空军基地其实也不远 只有55公里 而且它其实离马六甲海峡也不远 我们知道这个马六甲海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具有战略位置的一个海峡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处心几率会放大镜来看 这个大柯柯岛属于缅甸的这个大柯柯岛 它的战略位置这么重要 就跟它右边跟左边都有非常重要的设施 它等于是就是二驻东南亚的门户 刚刚提到的马六甲海峡 所以在美国在大概一二十年之前 就已经用那个国际的卫星 已经有来侦测到这个大柯柯岛 中国跟缅甸的合作 因为缅甸等于也是要靠中国来保护 在军事武器或者在经济的发展 甚至在政治的安全 还有去年的军事政变以来 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要谴责缅甸 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反对 所以没有办法成功 但是那个中国等于就是缅甸的保护者 而且现在秦刚也一再说 中国就是站在缅甸的立场 那么敏昂来也回答说 我们缅甸非常欣赏中国在缅甸的主权问题上的中立客观 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就是表达他们的友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说 就是中国现在是在拉拢 这个被国际间孤立的缅甸军政府 然后试图看有没有机会让他在印度洋这边有一个出口 可以掌握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 对 没错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系林若宇老师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看到秦刚如何的站在中缅的边境 去强调合法化 因为这一代实在非法太嚣张了 另外就是我们往南看 有关于在印度洋上的缅甸的大科科岛 现在也可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在上面了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